我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同事 甚至我上班的同事 那时候我还在公司里面当工程师 有个同事就跟我讲 他说玉皇姐 他说不要说信耶稣 如果你的流真的会好的话 不借着一生就好的话 他说我不仅仅信耶稣 我马上献身做传道人做牧师 那天我跟神这样祷告 我说你看这么多人都在跟我挑战 都在问我 他说如果神真的是全能的神的话 我们愿意信他 如果神真的爱你的话 神为什么不医治你 这个也是挑战 那天我说什么 我就用这些话去跟神祷告 那没有想到那天 神用这么强的话回答我 他说I am who I am 我如果医治你 没有借着一生医治你 是的我是全能的神 我如果不医治你 我还是全能的神 因为我是我就是的人 他不会受的因为 我没有得医治神 就全能就打折扣了 对不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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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 对不对